就在朝野领袖齐心欢度国庆日之际 国会下议院原定下个星期召开的会议 确定展言 下议院秘书倪站证实 国会将延迟一个星期复会 但是会额外增加两天的会议时间 倪站在发给所有国会议员的信函当中 宣布更改国会的会议日期 原定9月6号到30号一共15天的会议 将顺延一个星期 也就是13号才召开 不过会议的时间将增加两天到10月12号 而根据最新出炉的议程安排 9月13号第一天复会的时候 国家元首上午10点将会发表遇词 隔天议员们将针对遇词展开辩论 虽然倪站没有透露改期的原因 但是原本的日期是由前朝 慕尤丁政府掌权时制定的 由于首相将在国会上面对信任动议 因此来临的国会将备受瞩目